性侵囚禁应征夫人 二郎重判14年 实在太恶劣 新北市一名公同周应宗 去年9月 杨成要应征主犯夫人 骗一名中年夫人到偏僻的公寮面市 不久后 他竟说皮夹内的钱不见了 指控夫人偷钱 拳打脚踢逼夫人拿出2000元 他接着还亮刀恐吓 把你剁成一块一块 两度性侵妇人 并将妇人反锁公寮内 妇人这时候拆打电话向家人求救 新北地院昨天一强盗强制性交罪 重判证明二郎14年徒刑 动新闻新北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